110年度秀林湘社区发展协会 办理岁末连环温馨暖艺参会活动 而这一次协会是荣获了110年 社区发展工作评鉴当中的进步奖 理事长周贤德表示 协会在礼坚士和会员们努力之下 获得了华林县政府的肯定 未来也将会持续努力 在岁末寒冬之际 秀林湘秀林社会协会 在110年度即将画下圆满的据点 为凝聚里坚士们的相信力 并且办理岁末连环温馨暖艺参会活动 大家聚在一起向大家庭 共同来花生2021年 我们召集协会 以及大老师文献站的长者 因为我们今年得到了进步奖 这都是我们协会以及文献站的 一个大家的共识 大家的努力 为地方的事物来发挥他们的爱心跟同理心 所以说我们这次的协会能够得到这个进步奖 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上级的指导与鼓励 在这里我很高兴地为大家 为我们的秀林社区发展协会的每一个会员 不管是会员也好 我们在我们村的部落里面的一个每一位的 长者也好 年轻人也好 小朋友也好 我们都 协会都能够跟他们打成一变 为我们秀林村的一个美好的共识来打拼 华人县114年社区发展工作评件获奖名单当中 秀林乡秀林社会发展协会获得进步奖 在10月28日由詹斯鲁代表秀林社会发展协会 理事长周贤德来接受表扬 并且来合影留念 理事长周贤德表示 这是对理监士们和惠美的鼓励和支持 协会本则活化社区 健康营造 快乐幸福的部落家园 记得终于学校不到